东元森林游乐区广阔的山林步道绿草如荫 除了有舒适的休闲场域空间 前方就是哭泣湖畔 每当野浆花季不止空气中飘来阵阵清香 大片花海盛美 也让这儿有着新香森林之称 为了结合野浆花季 目前新香森林也规划花季浪漫小旅行 提供游客舒适的放松场域 东元森林游乐区 是我们牡丹香公所经营的一个公游的森林游乐区 那我们为了要让这个游乐区能够更活络的发展 所以我们把这个游乐区取了一个比较柔性的名字 叫做新香森林 然后我们开始用园区的经营 就是在园区里面 等一下我们都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提供我们原住民风味的餐点 那也有我们在地的咖啡 可以让游客进来到我们这个地方 进行这些游气活动的时候 可以在这里很舒服地用餐休息 近期全新打造的新香森林行程 除了走访园区之美 最具特色的就是原味风味餐 从产地直送的原味沙拉 再到主食排餐 甚至自酿的小米酒甜点等内容 都以无炭足迹料理方式呈现 搭配特色摆盘 像这个以红利炒饭 配上芽头小米地瓜创意呈现的原来是一家 就让原味美食变得很不一样 他们都用在地的食材啊 所以他们的产地其实就在旁边而已 就整个是无炭足迹的料理 而且非常的新鲜 可以产到他们自己调的那个调味料 跟平地的很不一样 有他们的特色 所以他加了很多当地现实的素材进去 可以感受到当地的风味蛮不错的 而且整个都很清爽 远区里的套装游戏行程 除了可向解说员预约导览 更能配合社区及公所规划的 眼浆花季套装行程走访 有美食品味 生态体验 还有手工原住民记忆DIY 值得您信息品味 感受深度创有牡丹的浪漫之旅 屏东顺不停于相识采访报道